中东地区是全世界的火药桶 中东地区俨然一副将要爆发大战的局势,在中东地区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国内冲突,外部势力已经严重干涉到叙利亚危机,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在叙利亚地区的代理人战争由来已久,然而他们之间的对峙已经逐渐从所谓的地下战争开始逐渐有爆破, 正面冲突的可能,那么,他们之间为何在这次叙利亚危机中爆发冲突呢? 其实,对于以色列来说,它的红险就是在叙利亚境内,靠近以色列的地区,绝对不能够出现伊朗的军事基地,因为这对于毫无战略纵深的以色列来说很有可能构成致命威胁,毕竟,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。 而对于伊朗来说,叙利亚是它目前唯一可以牵制西方国家的地区,伊朗方面绝对不允许巴沙尔政权受到任何威胁甚至被取缔,因为一旦这一亲一额的政权倒台,它在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,必然更加严重。 所以,它必须尽最大可能来保证叙利亚的安全,它们之间的矛盾便出现在此,一个极力想维护,另一个怕本国受到威胁,因此,双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。 然而,无论是伊朗还是以色列,它们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,它们双方之间尽量应该避免正面军事冲突,因此,就在以色列发动对叙利亚的袭击前,以色列领导人便将空袭的计划通知了莫斯科。 显然,这样做是为了让伊朗明白,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计划是有限度的,而伊朗方面为了回应以色列的空袭行动,对以色列控制的地区发射了导弹,然而,伊朗对此也十分谨慎,仅仅调动了一辆发射车,来进行象征性的打击。 显然,目前,它们双方均不想扩大事态发展,但是,尽管以色列和伊朗均不想双方爆发正面冲突,但是,它们也不愿意后退,这样一来,就大大提升了它们出现武判,而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。 而一旦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爆发战争,全球最大的受益者,莫过于中东危机的策划者美国,这样一来,受伤的是叙利亚,盈利的却是隔岸关火的美国,历任。